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飞机是差不多三个小时五十分钟 然后我们应该是四点起飞的 然后当时差不多八点钟 飞机是差不多三个小时五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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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的一个袋子是在这里的小时五的 然后我们都有一个香蕉 一个火银 水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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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在酒店 酒店給了三張 安慕的酒 15分钟在这儿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我们的房间 然后因为今天我们来的比较晚 然后所以说我们错过了晚餐 然后这里的前台说 就是我问他可不可以 我今天错过晚餐 然后给我安排其他事 然后他就没中午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吃 那因为我们是半饱嘛 所以就是包括早餐 然后或者是晚餐 或者是午餐 然后所以说明天中午的午餐和晚餐 我们都可以在这吃 就对这个酒店的定义下还是蛮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会到我们的房间里面去 哇 这个花简太漂亮了 早上好 今天是我在罗德岛的第一天 然后现在应该八点多吧 然后我们现在走路去餐厅吃早饭 啊 这好像 你看这花超级漂亮 看一下我们的早饭 这一块鸡蛋 所以我们都是主要是给小包子拿的 然后还有它的面包 我现在吃面包哦 然后煮鸡蛋 但是不确定这个煮鸡蛋里面的黄是不是全熟 因为像宝宝就必须要吃全熟的鸡蛋 给它穿了一个这个有消服作用的这个衣服 好喜剧啊 看着 啊 我气得我吹眉了 啊 我气得我吹眉了 好弱智哦 看着 午餐 我发现希腊人好像特别喜欢吃茄子 早餐也有茄子 午餐也有茄子 然后他们不是有一个特别有名叫做Mosaka吗 也是茄子做的 我们现在在去市中心的路上 因为其实在门口可以坐公交车 然后公交车是差不多2.5欧一个人 然后我们三个人差不多7.5欧 然后我们刚才错过那帮公交车 所以我们现在就打地到市中心 然后打地的话 从我们的酒店到市中心差不多是10欧 所以说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吧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市中心的路上 这里有个海滩内 你看那个海上面好像有一个类似于像 有点像小孩玩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我先试 罗德岛的古城 它有一个这样的城门 它这中间有这样的路 其实还设计挺好的 就是对于小宝宝的车还挺好的 好可爱啊 好漂亮啊这个 看一下 地员 快点 相机 其实 哇,好漂亮,我的妈呀 我在转圈圈的时候看到这幅景色,太美了,我的天呀 这个就是我印象中希腊的样子,太美了 希腊酸奶 这个是,这个怎么样,这样吗 哦,怎么是黄色的这个 哦,banana,banana,vanilla,chocolate 拿一点原味的吧,给小包子吃 然后,strawberry,blueberry,拿点strawberry 然后加托瓶,叫什么呢 嗯,加的这个 刚才点的希腊酸奶,然后可以自己搭配 在西方居然可以究竟付款,就是你的卡可以放在上面,然后直接刷那种,就跟芬兰一样,还挺方便的 啊,应该是他吧,看上去好特别哦 骑士 哈喽,你好 哈,这有一个城堡 这个老城好大呀,比我想象中大呀,而且在这里面真的很容易迷路 这里的灯是这个样子的 刚才查了一下,这个是,在罗德岛的一个古代的骑士城堡,好酷 你应该走哪边 我们应该走哪边 我们迷路了 走这边 这边 我走得不高山西 西拉在围袖上就是第二点 很多猫咪哦 应该也是属于骑士城堡的一部分 之后外面有一个徽章 罗德岛的历史 比我想象中悠久的多 看这个骑士城堡超级大 还有炮台 超级大这个城堡 这个应该是我来过的最大的一个城堡 之前在爱丁堡的时候 去过爱丁堡的城堡 但是爱丁堡的城堡都没有感觉 和这个规模这么大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大 让我有一点震惊 这还有一个类似于像护城河园的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罗德岛的古城 简直是和我的想象 真的太平洋了 我以为这是一个岛屋吗 它的古城应该是那种小小的那种太大了 超级大 我的妈呀 我都已经迷路了 然后感觉就是一直是 以以为你已经走到底 但是它还能通向你 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刚才跟我老公就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觉得就朝前面看一下 然后就到了这一片像城堡一样的地方 完全没有想到 我都已经过完了 唯一已经过完了 但是还有东西 我们现在按原路方式 好开心 我点了这个 看得出来不错哦 好像酒店外面的样子 找到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给小朋友玩的地方 不是很滑哦 这个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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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进入 没有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我们在罗德岛的第二天 然后现在是早上八点多 我们现在走路去吃早饭 今天大概的安排是 吃了早饭之后 我们会到这个酒店 有一个自己私人的一个海滩 然后到那个海滩去看一下 因为听说可以扶钱 我们这才带了一些扶钱的装备啊那些 然后下午应该还要去罗德岛的古城去转一转 因为昨天一天根本没有逛够 现在我们去吃早饭呢 那个地方有什么呀 我再来一点 吃点 hi 我说你来看看 这个 我说你吃 我吃 你的 这个 我吃 你来吃 这边 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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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哦 哦 哎呦呦 有掉了 掉了 哎呀 大家很多又都一起了 我们又准备去游泳啦 然后游泳之后 然后晚上再去吃饭 小包子在这里 我们现在准备换房间啦 你看我们的东西全部都收拾好了 都已经 因为住的这个房间离马路特别近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着应该可以换一下 然后就去给前台说 前台说可以让我们换到家庭房 家庭房晚上就会稍微安静一些 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办退住 然后我们把行李寄存在前台那 然后差不多12点半把收 然后就入住新的房间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收拾东西 先办入住 然后去游泳 然后再办 先办退住 然后再去办入住 然后看一下 期待一下 以后的房间什么样子 然后那个就没有办法放下所有的床 然后他就说还有两个其他房间要我们选 然后现在我们住的这个房间 就是在我们之前住的房间的对面 所以说就没有挨着那个交通 就是那个公路啊之类的 就不会有嘈杂的声音 而且这个房间 它的基本上的大小和我们上次住的房间差不多 所以说可以放一个双人床 一个宝宝床 还有一个单人床 但这个房间最关键的是 我们看一下外面的景色 超级漂亮 我的妈呀 你看那边还可以看到海 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在游泳的游泳池 现在走路到酒店边上 酒店这里面有一个深的海滩 然后我们现在正走路到那个地方去 应该是挺近的 刚才差点迷路 然后老公去找了一下 然后这里有一些 给稍微大一点小孩玩的地方 因为这些好像对小包子来说 稍微有一点点大 但是大小孩还可以 我们现在去吃晚饭的路上现在 今天晚上有一个希腊之夜会提供一些不样的食物 然后还会有烤肉啊那些 然后今天的天气其实比前几天都还要热一些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没有组织什么到外面去的活动 我们基本上一天都是在酒店里面 然后明天应该会去 罗多斯的市中心去再去逛一些 然后坐那个潜水艇我还挺期待的 然后这里的七点开始应该快开始了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走到了 我市场的下节目 我约 supp 這就是一個傳統的衣服 的羅勞 在第一次的部分 我們會展示出舞蹈子 從海岸 我們開始 和有奧奧的居住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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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应用不开水茶新疆喔 這個季節的地方是在南非歷史上 是在跳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